记者附加于,综合报道大陆男偶像黄明浩贾斯廷为男团NINEPER CENT和乐华妻子NEST的一员,虽然年仅17岁,但已经拥有超高人气 近日他现身机场,吸引不少粉丝前往街机,没想到期间他身边的助理,疑似不满粉丝一路贴超竞跟拍 直接出手打掉该粉丝的手机,还大声怒斥,让开,黄明浩现身机场吸引大批粉丝前往街机 图,翻摄自微博,黄明浩从网络上曝光的影片中可以见到,当天黄明浩身穿卡其色长外套,被街机粉丝团团围住,大家争相拍摄,身穿黑色羽绒服的助理 在前方帮忙开路,走到一半,该助理疑似被女粉丝挡住去路,出声警告,摔了啊,要不要了,就直接出手拍掉该女粉丝的手机,粗鲁举动掀起不少热议 粉丝手机被黄明浩助理拍掉 图,翻摄自微博,娱乐日报社不少网友在看了该影片后,纷纷为该粉丝打抱不平,再怎么样,都不能摔别人的东西啊 有人认为黄明浩工作人员的举动,虽然有点过于激烈,但那是助理的问题,不应该责怪黄明浩,掀起了不少热议 随后有粉丝跳出还原事情经过,解释当天黄明浩被街机粉丝团团围住,根本动弹不得 助理一开始也一直要求大家保持距离,但应该名女粉多次吧 手机贴到黄明浩的面前,对住她的脸狂拍,还挡一人的路走了几百米,评想机场秩序 助理一直劝不听,最后忍耐极限,才发生了过激行为 观看粉丝手机费打掉影片请点这里有目击网友跳出众数事情经过 图,翻摄自微博,黄明浩